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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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户农民家庭 一个普普通通的生命 诞生了 就这样 路遥来了 他安静地走来 世界 安静地接受了他 仅此而已 一辈子瘦来的 他熟悉完了 他走了 他怎么小帅 他走了 走了就是磨了 我是好多了 那是守在一个饶艺术座的大家庭里 有四个哥哥 三个姐姐 姊妹八个 因为山北这块地方 跳球 就在那块土地上 包啊 这你有这么多的孩子 最后实在没办法 大哥在九岁七岁的时候 就家里实在没办法养活 就顾及给 我严传的大伯 童年对我来说 不堪回首 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 穿着破烂的衣服 我们一路上要饭吃 到伯父家 我知道 父亲是要把我置在这里 但我假装不知道 等待着这一天 那天他跟我说 他要上级去 下午就回来 我知道 他是要悄悄溜走 我一早起来 趁家里人不知道 我躲在村里一棵老树后 眼看着父亲 踏着萌萌的沉雾 夹着包袱 像个小偷似的 从村子里溜出来 过了大河 上了公寓 走 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 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 死活 要跟我父亲回去 但我想到 我已经到了上学的地方 而回家后 父亲没法供我上学 我想到了这里 就可以上学 我想起了 我想起了家乡 泡过野鸽蛋的树林 想起砍过柴的山坡 我那时才是个七岁的汉子 离家乡百里路 到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 但是苦难的 这个乃至 行灵创上的这种童年 就刺激了他的 整个的 后大神 那种烙印 是非常深刻的 他就觉得 每天起来面临着 活下来活不下来 我要活下去 就别指望靠别人 一切都得靠自己 因此 当七岁上 父母养活不了 一路讨饭 把我送给别人 我平静地 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 我独立地做人 从这时候就开始了 一个是因为穷 没了之 另外也没有钱 不想让陆瑶去上学 另外陆瑶作为 这个南娃 可能还想叫他 去家里干活 替他当一个老旅游 所以他这个养父 不让他上学 但是陆瑶是 从小与命运抗争的 这种意识非常强 所以他就想上 二十四方大地的 那时候 实际是不好 因为那时候 这些生活困难 没有这个车 就不想 往这个陆瑶上学 不要大事 干嘛干你 不啊 有两两片 大地的 他都是 警察算账 大俩为主 不考虑 这个陆瑶的 这个前途 或者是 什么 财根 他这个问题 受苦人 由于这点事情 老两口还闹家的 咱俩大妈的 是非叫 往上学不行 在伯母的支持下 于1958年村 魏尔开始在国家沟村的 马家殿小学读书 陆瑶读小学之前 一直没有正式的名字 他上一年级的时候 老师给他起名 王魏国 含宝家卫国之义 从此 魏尔有了正式的名字 街坊初期 50年代到60年代 在陕北 特别贫困的农村 有的一个村子 连一个识字的人都没有 过春节的时候 能写付对联的人 都找不到 人们就拿碗 站上墨踏碗碗 一个格子 踏上一个墨驼驼 就算是文字 这些陆瑶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这也许是他早期 得到的思想期末 陕北有十年久旱之称 凡是陕北出生的孩子 尤其是农村的孩子 感受更为深刻 哪一个能逃脱 那个苦水般的孙女 饥饿 经常使我一阵又一阵的眩晕 走路是东倒西歪 不时得用手 托付一下什么东西 才不至于栽宝 可见同学们都到教室外面活动去了 我不敢站起来 只能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下 我甚至觉得脑袋都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为了不使尊贵的脑袋在这个世界面前低垂下来 身上其他部位都在拼命挣扎着来支撑他 你想这个小孩 他们家里都是老农民 他大妈他大弟都是拿不到面上的人 他吃的又是对刺 所以说他就必须在这个环境里做总业的活着 他为了他的总业的活着 他就必须在这个小孩里边出头 小弟们 撞回 二位 这个大楼一往来 他就看在公司这个地方看过来 那时候他这个出头回来 都要是倒的 他就拿下时候带头 往往头 往往头 一哥 你有一人 那世界不要情况 那九点 就有上三个楼车两个楼车不来 你才有得自过 有了不得常有了 他嘎过 那别给我嘎过 留话 他留话 你说有留笔 又别给我嘎过 选的 别给他选 选桥 选桥 我打得我两个人都很威胁 人家又打传不下去 不打乱雅 哈哈 谁给我打谁回来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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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你 你 漏洋我从小的感觉是 这个组织能力特别强 就是他 不论组织一下什么活动 就说玩耍什么 都特别能吸引住人 笑了 哎呦 我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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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红 红 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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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老师说是,今天能不能拍个故事会啊,龙耀就举手了,就站起来给我们讲那个三国演义上那个马潮的故事啊,第一节讲了一节课,吓了就没有一个人出去,第二节又讲了一节课,就正正讲了两节课四节。 龙耀一回来,他就吵,跑到父亲去就说,哎,我说再给他,吵给这儿。 陕北民间文化,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人文背景,往往能够产生意料之外的艺术惊喜。 辽量豪迈的杏天游,红红绿绿的窗花,质朴的石雕,坚硬的墨盘,百转千回的转九区,就像一场连天接地的大水,无孔不入地流到每一个空间,渗入到每一个身体与枝叶。 在无形无状中,自有生命和自然之大道,顺其缘分而上行,沿其情感而下肾,民间文化根本上是一种灵魂的招展。 陆瑶从小就擅长唱音歌,身临其境的生存环境恐怕就是血脉中的流传。 艺术一向是真实而朴素的,它只接纳有缘之人,因为它源于生命那种纯净与真正的自然状态。 陆瑶正是从小就在一个波涛浩瀚的民间艺术海洋中成长,经历着由内心到外界的精神感悟。 每天晚上的话,他总要给所有的同学说一下收口流,现在想起来也比较苍凉。 陆瑶在私后他跟我说过什么问题,说他最恨的是人才所事里吃这个馒头片。 在一个穷空的时期,富幼稚也非常的尴尬,他总不会说打着众人的饿饭的人来吃。 所以他们最好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这个脑子入到背着就瞧一下咯蹦蹦,咯蹦蹦就吃。 咯蹦蹦,咯蹦吃,他这种吃,对自己这种享受,对这种饿得几场相如故的人,就是这种璀璨。 陈瑶和陈瑶最好就已经到了,就很惨的一个节目了,就是说你拿那个东西啊,一你交不起量,二你拿的东西就不能溜。 礼拜天会拿上一些,冷吃上几天,中间到礼拜三左右,他目前又给踢得碎一些。 实际上我们的大伯爷是不准备共产商品,就准备叫他,哎,这是一个最尖锐的矛盾。 他后来和我交流就是觉得,劳动固然是一个很伟大的职业。 但是我们家,祖祖宝贝贝要靠劳动,要改变我们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不可能的。 所以必须都说,就是都要说,哪怕大一个农民,都应该是清新的。 该名为了就要上去,特定要做不成。 那大妈,大地建立反对这件事,那他肯定就不高兴。 继续回来,那必须要上去。 于是我给伯父提出,能不能让我试着去考一考的要求。 就是考上了,我也不上,还是回来劳动。 伯父同意了。 我想哪怕不让我读书,我也要证明我能考上。 不幸的是,我正是在这贫困艰难的年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盐传中学。 对伯父来说,这的确是不幸的。 他本来是盼望我考不上中学的,这样就可以在家里劳动。 当听说我要到城里上学的消息之后,全村人尽管都饿得浮肿了, 但仍然把自己那救命的粮食分出一生半晚。 几个老爷爷竟然把儿孙们孝敬他们的几个玉米面磨磨, 也颤颤巍巍地塞到了我的衣袋。 我忍不住在乡亲们面前,放开声。 我猛然间深确地懂得了,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友爱, 生活在如此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才一代一代, 延连到了现在。 我常能看到他的妈妈站在外边,来给他送干粮的这个情景。 那干粮什么干粮?都是康五,五,一门边边边,那个红薯, 这就是最好的。 这个董事是从哪里的呢? 从大妈的药饭,药饭要的公路药的。 在长浅河那里,药饭要两个狗把了老药大妈的药饭, 这只剩了一个月。 受少时间,他还出次要药饭, 被药饭吃不吃嘛。 药的一点坏来,个人不吃, 给老药扑走地送下来, 送到学校里来吃。 饥饿迫使我凭着本能向山野里走去, 或者到城外的旷野里狂奔乱跳, 要不就躲到大山深沟里去, 像受伤的狼一般发几声尝嚎。 鸡长鹿鹿,这也许可以熬过去, 但精神上所受的这些创伤, 却是最折磨人的了。 这个困难的岁月,对别人来说, 也许只是经济生活上的困难时期, 而对我来说, 则是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的困难时期。 胃囊在痛苦地静暖着, 饥饿像无数爪子在纠扯着五脏六腑, 有时候饿得实在不行了, 就在远郊的土地上疯狂地寻觅着袍挖着, 酸枣,野菜,草根, 一切嚼起来不苦的东西, 统统往肚子里吞咽。 要是能碰巧找到几个野巧蛋, 那对我来说, 简直就像是从地里挖出来宝贝一样的高兴。 烧一堆火, 急躁地把这些宝贝袋埋在火灰里, 而往往又等不得熟, 就扒出来几口吞掉。 父亲不久前托人烧来花, 说这半年里再无法送来一颗粮食了。 我知道, 就是一个月前送来的十几斤高粱, 也是父母口里省下来的。 自己虽然饥饿, 好歹总还没断五骨, 谁知道可怜的父母现在拿什么糊口呢。 没到冲天来临的时候, 他就在山毛上突然包开这个土, 发现一种草已经开始长出来了, 弄牙的时候, 他就会泪泪泪泪, 他一生不愿意看到这个情形, 他就觉得人有希望了, 能活下来, 大地终于灰冲了, 你觉得你和他同在, 大地马上就会拯救你, 大地大地就是我们的沙地。 那个苦的环境下, 我看不到他的那个怨气呀, 回着是委屈呀, 我觉得他还挺乐观的。 他的思维又很超前, 他很爱看这个什么呢, 就是课外读, 你比如报纸, 我再接到了参考消息, 他就特别喜欢看参考院。 因为应该文学, 而且是到他那边看书, 那个时候他看掉水湖, 红楼梦, 流行的创业是, 都碰着保育严, 欧阳山的山甲下, 还有红岩, 这些都是早期看的, 后边就看的就更早了, 你说奥斯特罗伯斯基的, 钢铁市沾上来成绩, 西蒙罗伯斯人也一样, 高老头, 那他早期就看, 他这个人肯定就说, 你老师讲得好, 就让整体, 老师讲得不好, 有时候就翻船, 跳门就走了, 不想啥的哭呢, 他就跑去文化馆的书, 对着去看这些书去, 你家高皇爷比赛, 更有比赛, 你家楼梦就是我们的导演。 根据影响最熟的, 是板上一次组织晚会, 搞死个拉松, 所以需要写传词, 这个任务我就给洛阳布置了, 根据影响的性格, 他后边就选了红颜, 一上午, 洛阳就一笔就写成了, 他在这个晚会上, 也扮演了一角色, 他就说, 他要起个笔名, 叫什么呢, 还想一会儿说是, 他要天天高兴, 因为他家里比较困难嘛, 受完以后他扬天长孝, 我就叫王天孝, 过了几个月没段时间了, 他就叫天孝了, 他又叫陆瑶, 他说他在图书馆杂志, 萌芽杂志上, 他看到陆瑶芝麻利, 他对这句话印象太深刻了。 1966年8月18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首都红卫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 可是恰巧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以后的话, 他就像动动的正是最后人的这些, 发的正好在这种永生情境。 要检查要开批判会写大字报, 我就检查给陆瑶布置, 叫他写王长。 既有领导艺术才能, 恰巧又有这个宣传艺术才能。 他首先很高兴, 我一定会在这场永生中吃饱饭, 我一定要把肉吃饱, 我一定要第一次穿到裤裤, 什么叫穿裤裤的干啥, 就找到他最原始的一种, 最萌法就是说, 白磨是不是能把肉吃饱, 肉能不能把肉吃饱, 穿上裤裤睡觉和穿上蟹裤睡觉, 是什么样的。 这就是蒙斗他的出动。 我必须要参加这个歌, 很好。 那蟹的那些文章啊, 像那一篇文章的话, 整个就是争斗了缺陷。 用肉耀的话说, 那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 在文化大革命的大联合过程中, 肉耀比结合成为一派局, 结合成为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那时候他十八岁, 就是想到我们现在的谢长, 一个十八岁年轻谢长, 也该说在人生历程中,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方点。 这一年, 路耀蒙发了爱的火花, 他和一位北京之亲恋爱, 青春的激情有了暂时的归宿, 爱找到了路耀。 在我看来, 路耀的处理是美好的, 直列的, 像有一次, 我拉松一个外国死人的警司, 警戒, 你用头抵着我的胸, 明天你能够用你的头抵着我的心风说, 我爱你。 路耀蒙的非常正方, 老板, 我看一下, 我咋叫, 要给你的那个猎人写信了, 路耀傻傻的一下, 路耀有陕碑男人的那种习惨建设, 特别是照顾指标, 在那个时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一下到一个条件非常好的酒果, 由龙面变成国人, 这是人生里面的重大转折, 那许多请你求之不得的机会, 但是路耀就把这个指标让给他的脸, 但是过不久, 人家就请王革命请离散住人, 路耀的隔壁付出人被灭掉了, 应该是无声无险地消失了, 没出问题, 不仅是血跟灭壁付出的粥不存在了, 但就是因为他政治上的问题, 这个女儿这个时候把他摔掉了, 大概就这两件事, 错失漏洋了, 打着往那边哭了, 要知道, 一次壮丽的失败, 就可能产生一次辉煌的胜利, 最为悲哀的是永远倒在一个失败的终点上, 要认识到这绝不是终点, 完全可能是通向目标的一个连接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